当西方国家看到6000吨的054B护卫舰下水 是什么反应 6000吨的护卫舰是什么概念 要知道很多国家的驱逐舰都达不到这个吨位 目前西方的主流驱逐舰也就7000吨左右 比如英国皇家海军的45型驱逐舰排水量是7300吨 法国的地停舰级驱逐舰7000吨 也就只比054B高一点点 这个吨位你说它是驱逐舰我都信 054B虽然和054A有衍生关系 但是它采用了更先进的装备 更长更宽更大 作战能力也会更强 就以054B的性能而言 目前世界上已经没有其他护卫舰能够与之相比 它就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护卫舰 当然 如果单论吨位的话 054B并不算是最大的护卫舰 比如美国正在建造的星座机护卫舰排水量能达到7400吨 但吨位并不能说明一切 雷达和火力才是关键 而中国的雷达和导弹技术有多强大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咱们的雷达技术发展 比起美俄相对较晚 但咱们的发展速度却是极快 在一路不停的追赶下 雷达水平已经完全能和美俄持平 甚至有部分技术已经超越 比如空警500这款预警机 任何隐形战机在它面前都无所遁形 包括F35也一样 连美空军都印象深刻 导弹技术一直都是我们的强项 现在各种的东风导弹正在上舰 比如东风21地上舰后成为英机21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东风导弹发展出舰载版本 正所谓导弹护卫舰 导弹在前 护卫舰载后 导弹的性能才是决定这艘护卫舰强大与否的关键 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 在反舰导弹上的造诣 没人比我们高 老美的反舰导弹都几十年没更新了 老掉牙的鱼叉反舰导弹威胁真不大 你愿凭绝对咱吗 把签讯业容金尾弹的 那看看 欠佳